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时 对广州的历史地位、使命任务的肯定和嘱托 对中国是现代化的阐释 让中外社会真切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在这届广交会上,不少中外客商表示 不光要通过展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更要深耕广州,探寻更多的商机和潜能 张世浪在广州经营着一家五金电器制品公司 1999年开设第一家工厂 如今客户遍布全球 哪怕是小小的五金件 它们在生产的过程中都不断改良 因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希望为中国制造赢得更高的口碑 总书记对广州历史金币的开阔 让我们充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广州与海外交流的历史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我觉得几十年来我就享受着这个红利 从以前开始模仿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 到自己创造 到现在自动化的生产和自动化的生产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1689年第一艘法国商船 安非特利特号停靠广州 中法关系自此在这里萌芽 如今一带一路为中法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 有法国参展商表示 未来有更多的信心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 广州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 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现在广州正在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 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的作用 有不少的采购商都说 希望可以在广州探寻更多的商机和潜能 我们来到这里找到更好的品牌 这样我们可以给予更好的价格 在我们的国家 广州是一个非常好处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中央的中央的中国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像欧山、亚山、杉亚、杉亭 在未来我们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开放一个公司 因为我可以得到更多品牌 这个客户令は太医大型的垂直 美国家的活力 这是我们成功的